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幕后故事,我是幕后军 圣诞节快到了,在很多西方国家,圣诞电影相当于我们的贺岁片 而在众多西方贺岁片中,我最爱的是2003年的英国爱情喜剧《真爱之上》 影片成为仅4000万美元,却在当年拿下2.47亿美元的全球高票房 影片DVD还在2004年成为英国租赁冠军 可见英国老百姓有多爱这部电影,就连中国观众都爱他爱到不行 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年年拿它当圣诞压轴片放映 以前没有网络售票时,影迷甚至不顾天寒地冻早早排长队抢票 就算不去影院看,很多人也像我一样 每年圣诞都会仪式感十足地在家重温这片 第五期《紫栏目》解读经典,我就和你们聊聊《真爱之上》为什么这么耐看 影片设定在距圣诞节还有五周的英国 由十个爱情故事串成一出喜剧杂会 亲近英国首相大卫爱上首相佛女补纳塔利 一次巧合让大卫误会纳塔利和美国总统的关系 大卫调早纳塔利后却无时无刻不再思念她 圣诞夜大卫受到纳塔利送的圣诞卡 才知道纳塔利一直爱的其实是自己 大卫立刻带领手下挨家挨户去找她 经过一番周折后,两人终成眷属 家庭主妇凯伦婚姻幸福 财纳身为设计公司老板的丈夫哈利 此时却受到公司新秘书米亚的挑逗 圣诞夜,凯伦无意发现哈利口袋里的金项链 拆开自己的礼物却只是一张CD 才意识到金项链是哈利准备送给别的女人的 凯伦在子女演出后和精神出轨的哈利摊牌 哈利内疚不已并回心转意 沙拉暗恋公司设计师卡尔已久 却迟迟不敢表白 公司的圣诞节舞会上 卡尔邀请她跳舞并在晚会后送她回家 总算要和卡尔生米煮成熟饭时 却被自己的精神病弟弟迈克尔的电话打断 为了亲情放弃了爱情 中年丧偶的丹尼尔在妻子死后非常伤心 但她最后在妻子的学校里 陷后了一位单亲母亲 两人擦出火花 小正太山姆暗恋笑话乔安娜 她决定努力学习打击乐 在圣诞晚会上为心上人伴奏 晚会后乔安娜要回祖国美国 山姆冲会机场保安封锁 在乔安娜登机前向她表白 赢得了她的放心 被绿的作家杰米去法国乡下写作疗伤 邂逅葡萄牙女管家艾丽娅 两人虽语言不通 却在朝期相处中暗生情愫 简比回到英国后苦学葡萄牙语 圣诞节跑到葡萄牙向艾丽娅学婚 过期摇滚歌行比利说话不经大脑 行为出格 令她的胖戚戚人乔头疼不已 比利在乔的帮助下 通过一首改编的圣诞单曲重回巅峰 比利突然意识到 总气自己背锅擦屁股的乔 才是她一生中最亲密的人 于是比利敲掉庆功晚会 到乔家里跟老友一起庆祝圣诞 内向的马克暗恋哥们彼得的老婆朱利叶 马克本着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 对朱利叶避之不及 彼得和朱利叶的婚礼后 朱利叶惊讶地发现 马克拍的婚礼录像里只有自己的身影 才意识到马克对自己的心意 圣诞节马克向朱利叶无声告白 然后悄悄地离开 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英国感情屡受挫折的屌丝厨师科林 不过好友托尼反对决定去美国寻找艳遇 没想到在美国第一晚就遇上四个美国辣妹 还和他们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最后甚至带回英国来一个美国女朋友 好气哦 杰克和朱迪是同一剧走的裸体 两人在假戏中逐渐产生真情 在圣诞夜表白成为恋人 这十个故事开始独立 实际上相互关联 比如一中的首相大卫是 二中家庭主妇凯伦的哥哥 二中凯伦的丈夫哈利 是三中员工沙拉的老板 四中中节三好的丹尼尔 是二中凯伦的好友 是五中小中泰的肌腹 六中被绿的作家杰米 是八中马克和彼得的共同好友 九中柯林的黑人朋友托尼 是十中杰克和朱迪拍床戏时的工作人员 七中歌手和经纪人的故事 虽然和其他故事没有直接关联 但比利那首圣诞单曲 经常出现在其他故事线里 很多网友还专闻画着复杂的人物关系图 一目了然 这种角色和情节上的紧密关联 让十个故事结构紧凑 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另外影片首尾都是机场入境大厅 人们表达爱的镜头 剧本结构上前后呼应 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圆 十个故事的关联和首尾呼应的结构 都象征了影片的主题 爱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爱无处不在 一般来说 角色众多的多线叙事 最容易出现的毛病 就是每条线之间的转场生硬 从而造成观众情感上的断点 而该片用了多种技巧 让故事间的衔接流畅自然 比如用音乐来串联两个或多个场景 或者用台词巧妙完成两个故事间的过渡 这是影片看上去行云流水的重要原因 不过再好的剧本 也得由好演员来演才行 影片的星光简直可以亮瞎眼 修格兰特 赫林菲尔斯 安娜·汤普森 凯拉·奈特利 联姆尼森 马丁弗瑞曼 艾伦·瑞克曼 安德鲁·林肯 还有惊喜客串的汉豆尔先生 罗温·艾金森 轮番登场的英国影星 让人眼花缭乱 而且他们不像 某些赫岁片中的明星 只是走过场装上样子 所有人都认真地在表演 而且演技在线 比如修格兰特在片中 大秀搞笑舞技 凯伦发现丈夫哈利外孕后 艾马·汤普森 用精湛的哭戏 奉下了片中 最令人悲伤的时刻之一 不过这篇最大的功劳 要归导演兼编剧 这个名字有些国内观众 可能不太熟 但他编剧或指导的作品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或听过 比如大名鼎鼎的汉豆先生 时空恋旅人 诺丁山 BJ单身日记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全是爱情或喜剧类的经典之作 所以同为爱情喜剧的 真爱之上拍得这么好看 也就毫不令我感到意外了 我觉得他最牛的地方 在于捕捉爱情中的小细节 比如萨拉带暗恋已久的 型男设计师卡尔回家这场戏 萨拉这个动作 传神地表现了少女初恋般的 小激动和小兴奋 这个小细节既接地气 又搞笑又温暖 马克为彼得和朱莉叶 准备的惊喜婚礼环节 也是创意和爱意满满 这个灵感来自柯蒂斯参加了一次葬礼 葬礼上木偶师表演了木偶戏 并唱了一首歌 而柯蒂斯对爱情的深刻感悟 也让该片金剧频出 还贡献了这段 又感动又心碎的表白 优优独播剧场 在柯蒂斯看来 爱不仅无所不在 而且无所不包 不止一种 大卫与纳塔利是超越阶级地位的爱 凯伦对哈利是隐忍包容语言量的爱 沙拉对卡尔是顾及亲情放弃爱情的爱 马克对朱莉是顾及友情放弃爱情的爱 丹尼尔是失去后振作起来重新得到的爱 珊姆和乔安娜是突破年龄限制的爱 杰米和艾利亚是跨越语言障碍的爱 比利和乔是还是老友好的bromance的爱 柯林和美国辣妹是跨越地狱的爱 杰克和朱蒂是从肉体昇华到心灵的爱 这十个故事大大扩展了定义爱的边界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批评声音说 片中很多故事不符合现实中的常理 比如现实中很少有语言不通 却心里有灵犀的一对 现实中很少有父亲鼓励11岁的儿子大胆追爱 现实中很少有朱莉叶会用稳 来抚平马克的伤口 现实中更很少有屌丝换个地方就能艳遇 但我想对这些人说 跟真爱之上较真就输了 现实中虽然少有 但不等于没有 而少有的东西才值得追求 一定程度的不现实才显得浪漫美好 柯蒂是最擅长的 正是在现实与浪漫中求得平衡 真爱之上拍摄于 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的一年后 柯蒂是不想表现阴云密布的现实生活 而是想让观众走出影院时 浑身被爱的阳光包围 让他们破碎不堪的灵魂 恢复对爱与人性的信心和希望 而每个人在每一年中都会遇到或看到 或听到很多糟心事 在集聚了一年的负能量后 在年末的圣诞节看看真爱之上 再次相信真爱会重现于明年的人间 这可能就是真爱之上 每年都百看不厌的原因吧 这期节目就解读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节目就点击关注订阅 投币 收藏 评论 转发 这个流程走一波 还想看我解读哪部经典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关注微信公众号Cmovie 还可以看我第一时间为你评新篇 评经典 祝木友们圣诞节都能找到真爱 咱们下期见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